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月音 今天我比较矛盾 因为我们家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封城以后 基本上是淡尽粮绝了 除了米和面以外 没有什么别的菜了 最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家快没有厕所纸了 所以我不得不冒着被罚款和感染的危险 出去买东西 都是中国病毒闹的 你说是不是 不过正好趁这个机会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法国封城以后的情况 和怎么填出行表 如果没有这张表的话 万一您被查到 有可能会要付1500块钱欧元的罚金 这是相当大的一笔数字 我们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纸怎么填 这张纸叫做 Adestation de déplacement des rogadores 这边是写 Je souvenir写上您的姓名 然后Madame Monsieur 看您是男是女 我肯定填Madame了 然后Nelle 几月几号生日 Demmerant是填您的住址 下面四个呢是理由 第一个理由 我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念了 第一个理由是在您 不能远撑工作 但有必须工作的情况下 就是填这个钩 但是现在又加了一个附加条件 就是需要您老板的证明 并且加上他的税号和盖章 第二个是买必需品 即便是吃的东西 第三个呢是 因为健康问题 就是您去拿药或者是看医生 但是现在法国政府又加了一条 如果您不是紧急状态上的话 也是不允许去医院到处跑的 第四个原因呢是家庭原因 比如说接孩子呀 然后看在家 就是不方便生活 在家独居的老人呀 父母呀 或者是您的父母 就是身体状况不佳呀 也是允许去的 但是法国政府还是不太建议 我们去看望老人 因为老人的得病率是最高的 最后一项呢是一些 关于 这点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我觉得 比如说您是 有想早锻炼呀 然后遛狗呀 之类的这些是允许您去的 但是现在又加了一条 也就是一小时 不是对不起 一天您出去的遛狗 或者是运动的情况 不能超过每天一小时 而且人跟人之间得 保持一米远的距离 这边是您的城市名字 日期和您自己的签名 然后拿这张纸呢 如果警察有问到 您可以出示这张纸 如果是在这四个允许范围之内的呢 一般来说是不会罚款的 现在我准备诊状待发了 我们一会儿见 我们家的小狗闹着要 要跟我一块出去 大家招等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超市里面该有的还是有的 除了一些米和面 就是比较便宜的米和面 没有了以外 其余的东西还是有的 还有就是蔬菜稍微贵了一些 这个也没有办法 因为因为疫情呢 所以很多的员工都不愿意去上班 留下来的人呢 真的是冒着危险 为大家来服务的 许多老板呢 为了鼓励他们的员工来上班 所以给他们加了很多的奖金 所以卖贵就贵一些吧 毕竟人家是冒着危险 来为我们服务的 你说是不是 我平安回来了 我刚回家的时候呢 我朋友给我准备了一大杯饮水 用来竖嘴用的 还有洗手液什么的 最夸张的是用巴斯叶 往我从头到脚都碰了一遍 其实不是巴斯叶 是醋嘴的精油 现在我身上还是酸不辣鸡的 我的朋友特别是国内的朋友呢 给我加了很多建议 他们一直到我要出去 那这是如灵大敌呀 然后给我发了好多好多的条的微信 告诉我 回家以后 要把鞋跟外衣脱掉 在外面晒一下 还有就是用巴斯叶消毒 要洗至少两遍手 这是我朋友给我的建议 但是我没有全部用 好了 如果您觉得这些建议 对您有用的话 您也可以使用一下吧 毕竟这是关系到 您和家人的安全问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